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那么的幸运 就是那么过鲜灿烂的每一天 没有什么一路都顺风 是不是也会有个眼点 我们爱没有什么 可以让谁来重演 未来的是未来才写 现在是你我的相见 就让这一切全都实验 我们的爱一直都脸 就是那么的幸运 就是那么光鲜灿烂的每一天 都行 克莉 干嘛呀 侯未来 收拾东西去吧 我觉得 应该挺安全的 我觉得Loris 肯定是知道我们住在许会长那儿 所以 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他应该挺害怕许会长 这次的事情 多亏了许会长 来 夏云 你的照片怎么这样 什么照片啊 郝未来 他来过 谁啊 走走走 拿着箱子 你们两个 太鲁莽了 怎么能自己回去啊 多危险啊 下次要再出去的话 一定要让阿权或者是刀疤陪着你们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们就吓到了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 用不着这么紧张 你们要相信警方的力量 也要相信我 我会保护你们的 好吧 嗯 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到夏云 我还是不太放心 心里总是揪着揪着的 嗯 要不这样 明天我再去警察局一趟 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你和小夏就暂时不要出门了 好 您最好了 认识你们 我也感觉很好 对了 你这个伤怎么样了 要不要医生再来复诊一下 没事 就一点郁青了 也不疼 你和小夏呀 在国外真是不容易啊 身边没有亲人 凡事都要靠自己 好的 现在咱们认识了 我就是你们的亲人 有什么要求 你们尽管提 别客气 对 你们刚才看房间了吗 还缺什么东西没有 缺什么 我不缺什么呀 可是夏云不知道缺不缺什么 她这个人倒是挺讲究的 喝咖啡一定要喝美式咖啡 而且还不说出来 你也不知道她需要什么 我想想啊 需要不需要什么 什么 小婉桐 你是不是喜欢夏云了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你别瞎说啊 好好好 你要是被她听到的话 会弄死我的 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你不用回答我了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 你知道什么呀你 不说了 不说了 好 你好 怎么办 我找到我的朋友 她名字是夏元 夏元工作在这里吗 工厅已经停留了 所有工作都留下了 好的 谢谢 这是我爸妈送我的护身符 现在转送给你 保佑你以后平安顺利 这是属于你的祝福 你要给了我 那你怎么办 我爸妈的祝福 已经放在心里了 现在呢 是把这个祝福延续下去 老佑啊 你说 你说你到了这海边 是什么也不吃 什么也不玩 美女都不看 真没劲 对了 你现在还在过你那个 退休的生活 什么退休生活 你不知道 咱们这个圈里都知道 你是有名的华裔退休商人 没事吧 待在家里 早晨六点起 晚上十点睡 而且平时还要做做家务 典型的育工生活 这人没老 心都老了 我习惯了 我习惯了 想不想尝试一下新的生活 什么新生活 来 看 那就是新的生活方式 想不想尝试一下水上摩托 好 送了吧 我们打个赌好不好 如果你敢尝试的话 你最新的项目我跟投 说话送号啊 必须的 你不想尝试一下 现在看来 事态比我想象得要严重 我本以为 罗里斯会平静地离开 可没想到 他急红了眼 还不死心 居然敢悬赏你们 他是疯了吗 难道就不怕受到 法律的制裁呀 我看他是狗急跳墙了 目前安全是第一位的 你们就在酒庄待着 非要出去的话 我就让刀疤陪着你们 我一会儿去一趟警察局 把现在最新的线索 告诉他们 好 徐会长 上次您被陷害的事情 对生意没什么影响吧 无所谓 反正这是最后一笔交易了 所以我才把价格 押得那么低 没想到 这罗里斯 她还跟我刚生了 行了 反正以后 我也不会再做 这里生意了 今后啊 我就守着我这个酒庄 好好地过我的 养老生活了 好感情 对 真有趣 手都红了 没事 继续 你好 这是你的 来吧 享受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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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小心 請給我們空間 小心 我們已經叫了個警署 警署已經來了 好 走走走 好 謝謝謝謝 太感謝了 請吧 老丸頭 怎麼樣 小丸頭 你怎麼來了 不讓你待在酒莊嗎 你不說讓全叔和刀八叔 陪著我出來就可以了嗎 我很聽話的 好 咱們回去吃飯了 怎麼樣了 好 阿輝 我來送送 哪裡 好 謝謝 阿輝 少爺 你說這孩子 我 阿輝 阿輝 把一個卡交給阿輝 我們在車上等你 好 走吧 好 快點 走 阿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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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把手 好 来 来 小心小心 小心啊 思琪 没想到你还会俩手啊 乔斌 你是救生员 你应该比我早到 我以人家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我 几几不是这样的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少爷 别那么辛苦 多顾个人 权叔 我不要他的钱 就算是他给你的投资行了吧 手下吧 我不需要 何必呢 都是一家人 他不是我的家人 少爷 会长是你爸爸 自打你走了以后 他天天盼着你能回去 他年纪大了 需要人陪伴 他需要陪伴我就得在身边 那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在哪儿呢 他只是不想让你太辛苦 行了 天下父母心 多体谅一下 我没法体谅 传叔 以后你就别关我的事了 你不动 你不动 像太疼迪伴 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儿住得挺好的 好吃 好住的 老顽童他们对我们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安全 这确实挺好的 但我们也不能白吃白住吧 总要发挥我们的价值 对 你说得没错 像我们这样的人才 在哪儿都得发光发热 发挥我们的价值 我想吐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怎么又想吐 行吧 换个话题 今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 全叔他们管他叫少爷 我想应该是老顽童的儿子 会长有儿子吗 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也不住在家里啊 我想他们父子俩的关系 应该不太好 老顽童叫全叔给他送钱 他也不收 听上去确实怪怪的 但是会长不说 我们也不好多问 可是我看他的样子挺可怜的 我们应该帮帮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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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 谈你的生意 谈你的钱 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阿慧 请你原谅我 我今后一定想办法 多多陪陪你 好吗 重点不是陪着我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我妈的忌日 我妈走的时候你不在 她第一个忌日你也不在 大家都说你这种情意 我怎么感觉不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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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听我说一句 你妈妈走了 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是爱你们的 你相信我 这可能爸爸爱你们的方式 有问题 但是今后 我一定会想办法 尽力弥补的好不好 不要你的弥补啊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 别 阿慧 阿慧 老丸头晚上好啊 晚上好啊 小丸头 没想到这首歌你也会唱 当然了 你是没听过我唱歌 我可是卖罢 来 尝一下我今天摘的葡萄 好好好 以后再想吃葡萄 就跟全叔说一声就可以了 不用自己去摘 果眼里边脏得很 还有好多虫子呢 自己摘的葡萄特别好吃 你别说 今天的葡萄还真是好啊 怎么样 到我这个酒庄住的习惯吗 看看小夏还缺什么东西 你们有什么需要 就跟我说 行了行了 老丸头 你已经说了八百遍了 我跟夏云在这儿过得非常的好 像神仙般的生活 好好好 那就好 那就好 但是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说 你呢 救了我跟夏云一命 我们应该谢谢你 但是 我们在这儿好吃懒做的 你把我们当猪一样圈养起来 我们也没办法发挥 我们自己的价值 所以呢 我想在你的酒庄里面 找个工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 我还是不同意 你们去干那些粗活 我也不是跟你客套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呢 是被我爸强制 送出国来工作的 我一开始特别反抗 但是工作着工作着 也就习惯了 现在没工作了 反而不踏实起来了 所以 我今天去你酒庄 逛了一圈 也问了一下 他们说 你确实缺人 所以你就让我跟夏云 在这儿工作吧 你爸爸把你送出国呀 真是太对了 你看啊 现在把你锻炼的 哪像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这锻炼的多踏实 特别好 对什么对呀 哪有一个父亲 这么心狠手辣的 把孩子丢出国 不管不顾的 是 我以前可能做的 是不顾好 他看我不顺眼 但是我也没得选择呀 我没办法选择 我的出生环境 我也没办法选择 我的家庭 他以前还说 要给我们一个 风衣足食的生活环境 好了 自己反悔了 现在说我的成长环境 是有问题的 让我改 我怎么改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也是做父亲的 有些话 父亲是不能跟孩子说的 知道吗 你可就别劝我了吧 你自己跟孩子的关系 好像也挺紧张的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不过我儿子和你啊 还真差不多 一样都有个性 我 我永远都猜不懂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也永远怕 他一个人过得不好 所以我就定期地派人 去了解他的情况 有一次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跑过去找他了 结果让他跟我大吵了一架 你呀 就是自己找事 人家搬出去 就是不想让你见到他 就是不想让你找到他 你非得找他干嘛 自己找架吵 是不是 对对 小婉童啊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啊 你当然是 你要是我父亲的话 我高兴死了 可是我儿子不这么认为啊 老婉童啊 我呢 是不了解你跟你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在我心里 你就是个好父亲 你一定要相信 谢谢 谢谢 来 吃葡萄 好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小婉童儿 比较好 我先把你给你先吃 我又是个老婆 你等的 都不宁愿要 都是不宁愿意 我都不一层 有什么好 对对对 再来一个 好 嗯 怎么了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那叶四奇跟乔冰碰在一块 就像炸药一样 可惜乔冰他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原因是什么 那你既然知道了 你应该告诉他 我怎么敢跟他说呀 他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为了叶四奇 他所有的生活重心 都在叶四奇身上 我万一要是跟他说了 他想不开了怎么办 姐 你来啦 坐 姐 我都快想死你了 快让我看看 还行 没瘦 那我呢 你怎么又来了 好未来 你还真是死心不改啊 你说我姐想我了叫我过来 你怎么没告诉我 后面还跟了个尾巴 不开心啦 不开心的回去啊 你问你姐是不是想你了 你姐可以想你 我就不能想我兄弟了 来 吃东西 堵上自己的嘴啊 我不吃你的东西 谁想贿赂我 不吃辣的 晚上想吃什么 吃我 我让厨房做 我尝尝 鸡胸肉吧 我要吃锅包肉 包你个头 没有 那小龙虾 在国外想吃小龙虾 想得美 大闸蟹都有了吧 大闸蟹是分嫉妒的大姐 没有 又啥啥没有 姐 怎么不跟他们带车了 咱们出去逛逛去 太好了 我带你出去转转 带我一个呗 你不许去 烦人 他也可以 带他一个 带他一个呗 我不许 你去 孩子们 今天厨房 给我们新烧了几样菜 你们尝尝 看看好吃不好吃 我还没录完呢 这样不就行了吗 孩子们 在干什么呢 我在录微博呢 记录生活 好 您看 这些啊 都是我今天录的视频 我一会儿会挑选一些比较好的片段 然后用剪辑软件把它剪成一个小短片 好好好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玩这个吗 嗯 这很复杂吗 洛门不难道 但是我离完了京东还差得远呢 嗯 Vlog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尝试的 很多像您这个岁数的人 也都在玩呢 是吗 嗯 我倒是也挺感兴趣的 可就是 我平时连手机也不这么玩 没事 我教你 哦 好好好好 您看哦 这怎么按呢 这样 你耐心点好不好 让你帮我弄弄手机 就这么不耐烦 来 快 跟我看看 到底怎么弄 就这么按 懂吗 我知道 怎么这么按就不对呢 我怎么知道 手机有问题 把它剪成这样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把这个视频跟这个视频 用这个软件 搭起来一起 你看 好嘞 就出来了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吃吧 这个东西真神奇啊 好 谢谢 今天我从你这儿学了一招 去吃饭吧 好嘞 怎么样 姐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看清楚了吧 哇 这么漂亮 好 未来同学 你在那边到底干吗呀 我啊 在 果园里做一个果农 但是呢 她我因为遇到了贵人 所以鸡犬升天了 她给我好吃好住招待着 果农 好吧 果农 加油啊 好 你放心 你蜘蛛干什么 那个 老头儿最近怎么样了 你自己加她微信自己问啊 我才不要呢 我才不要先低头 姐 你对我最好了 你就告诉我吧 好 未来同学 低头不代表说你是晚辈 你应该主动了一点 你知道你爸现在一个人在国内 多孤单吗 你应该好好地关心她 知道吗 行了 姐 你别再给我上课了 对了 我过段时间可能工作会去欧洲 我到时候再好好教你 别 姐 求你了啊 你千万别来 你在中国好好待着 我就这样啊 我忙了啊 拜拜 哎 拜拜 现在工厂没有什么活儿可干 我索性就让他们都放假了 还有 又有工人提出来不干了 该发的工资 一分都不能少 好 四勤 我有话想跟你说 乔斌 咱俩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了嘛 刚在饭桌上不是还好好的 你怎么总是那么幼稚啊 我拿在饭桌上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 并不代表我和你有和解的意思 那那那那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这不是你知不知错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你并没有错 只是我不能接受罢了 那就像是我喜欢喝可乐 你喜欢吃鸡胸肉 不 我们两个都没有错 只是太过于不同 你有听过一首歌吗 我站在你左侧 却想鸽着银河 咱俩这中间啊 隔着银河呢 银河 不是 四勤 隔着银河 不就是牛郎和织女吗 滚 我 没有错呀 小斌 晚上有个聚会 你一起来吧 我就不去了吧 是我的生日聚会 你能来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那好吧 你晚点把地址给我吧 一定要来啊 你会把地址给我给我吧 真的吗 是的 只是愉快 有点赞 谢谢 你好 莉莎 你好 你要去看看你的东西 对吗 你看看什么 他选择你 对 这节目 等一会儿 真是很难学习 对 真是很难学习 如果是第三层的城市 真是快乐 谢谢你们来 一起来玩吧 加油 好厲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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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来 你的双咖啡 谢谢 画什么呢 我在设计红酒的商标 之前瓶身上用的酒标 我觉得太朴素了 我猜 这跟销量也有一定关系 所以我想改良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起色 这把你的才华 发挥得零零尽致 你看我啊 都开始喜欢喝零零零零零 你的魅力真大 恭喜你啊 你喝咖啡了 成熟了长大了 喝咖啡跟成熟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 来欧洲的这段时间 比我过去二十多年 都要精彩 你想啊 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多清醒的我 确实没想到 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也不知道 是惊喜还是惊吓 你最近还有发邮件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发邮件了 ны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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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ком 抱ост 小蝶 苏菲啊 今天你生日我很开心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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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昨天你喝多了 赶紧喝点牛奶吧 我 我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放心好了 谢谢啊 索菲要你回去吧 我到了 加油 全叔啊 我们只是出去溜达溜达 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所以要穿得整整齐齐的 那老顽童呢 会长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 他休息了 那会长一个人在家多无聊啊 放心吧 我让彪子陪着他 好了 大家注意 这次我们的活动 首先是要保护未来和下园的安全 其次 是要注意大家的整体形象 下面听我口令 全体都有 向左转 起步走 走吧 阿权 阿权 护长 护长 是你啊 他们两个人都干什么去了 他俩都出去了 他俩都出去了 去哪儿了 说是要送俩孩子去个什么地方 好 也是为了保证这两个孩子的安全嘛 对 你去跟厨房说一声 中午就剩咱们两个了 不用做的太多 今天连厨子都让他们俩给带走了 家里就剩我们自己吧 好 这个又有点过分了 你去背车 这不是都小孩玩的吗 我们也是小孩啊 这个我们可以吗这个 可以啊 试试 你下这 下这 好 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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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太酷了吧 这个人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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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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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对了 不好意思啊 昨天你生日我还喝多了 我昨天过得挺开心的 来到了 会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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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完东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这样不好 沉默得莫名其妙 我知道这样不好 沉默得莫名其妙 有些事情我不提到 是不想提到 你也明了 挽留的一刻就输掉 难道只该自嘲 生命中所谓美好 就是曾经有得到 我知道这样不好 崩溃得不骗不巧 可我真的坚持不了 哪怕就原谅 谁又想到 有些伤害如此精巧 我躲都躲不掉 只能忘记你的好 在那明天拼命逃 那云街角 那样遇到 那么紧握 的手又放掉 回忆寂寥 承诺叫小 不知道是否 这结局也好 把泪流掉 把痛残好 就让狠心 人话说太早 在各自的背影下 悄悄走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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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